Hello,大家好,我是Patrick 那最近看了一个新闻 说深圳那边比亚迪有一个员工 他连续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 然后连续20几天 所以他就猝死在家里面 然后这个新闻还是让我觉得挺感慨的 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觉得就有一个类似的关于加班猝死的新闻 然后当时还引起了一些讨论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在大陆生活和工作多年的人来讲 加班真的不是一个很罕见的词汇 特别是像我之前在深圳待的时间比较长 几乎加班成了大家的家常便饭 而且从我10年到20年这10年在深圳的感受来讲 其实加班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 那我刚去深圳的时候 我在一个咨询公司里面 咨询公司因为是乙方 而且我们当时服务的是上市公司 所以说我们其实面对的一些 第一是上市公司 第二是投行 大家都知道上市公司跟投行要求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在企业 他准备要去上市那段时间 工作是非常多的 而我们又是主要是帮客户做路演 这些包括做一些灭火的工作 所以说有很多紧急的事情要处理 那每天的工作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几次 一个是有一次我们帮一个某国有大行 他们要做一个庆典活动 当时就忙了前前后后快一个月 然后最后在庆典的头一个星期 就几乎每天都是12点1点钟下班 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去开会 在庆典的头一天跟当天 我是从头一天早上8点钟 一直忙到庆典的下午5点钟左右 才结束大概中间有三四十个小时 也就一直在工作没有睡觉 中间只花了一个小时 半夜5点钟回家换了个衣服洗个澡 就又回来继续工作了 那一周我大概算了一下我的工作时间 大概是110多个小时 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有点夸张 但当时我比较年轻 才20出头 就觉得还扛得住 但是身体的消耗其实很严重的 所以我在那个公司工作那几年 其实就有一点高血压不是很高了 可能比正常高个10%20% 就时常会头晕 然后颈椎就在那个时候已经慢慢出问题了 因为腹按低头看电脑时间太长了 颈椎就出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然后那段时间经常晚上 因为经常要出差加班之类的 晚上躺在床上就觉得腰这个地方受不了 就不能平躺就很难受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拿身体来换 所谓的经验也好换机会也好 所以说就那样待了三四年的时间 我还记得我们在那个公司的时候 经常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广州的客户 因为我当时在深圳 有个广州的客户经常叫我们去开会 大概一周最少去一次到两次 我们是要早上八点半 还是九点钟左右到他们公司 他们公司在广州的高新区 反正离地铁 离高铁站很远的地方 所以我们只有早上 我记得早上五点多起床 六点五十七点钟左右 坐高铁坐到广州 然后再下来之后再打车去他们公司 然后开一天会 大概开到晚上六七点钟 他们下班了 然后那你就可以反正去高铁站 然后再回深圳 然后晚上再把一天开会 要总结的事情处理的事情 再总结好 因为晚上还要发给别人 第二天上班之前 我们喜欢说的是 第二天上班之前发给别人 那这样的话 其实每天就保持这样的一个运转速度 早上五六点钟起床去见客户 去另外一个城市见客户 然后晚上回来之后再处理工作 或者是去其他的城市开会 比如说去成都去哪开会 也是一样的 可能企业约你上午十一点钟 或者是怎么样开会 那你就早上四点钟起床 去机场赶飞机 不耽误上午去开会 可能到晚上开完会 七八点八九点 或者是更晚 然后你再坐最后一班飞机回来 那个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是 你可能去一个地方开 你认为是开了一天的会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成都开会 开一天的会 但其实你前后消耗的时间 基本上在二十四小时左右 你早上四点钟起床出门 第二天差不多三点钟四点钟才能回家 这样的话 其实消耗是非常严重 因为第二天你要上班 可能就只能晚一点去而已 长期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人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我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 第一是经常容易困 你很容易就睡着了 第二是有的时候 大脑反应会没有那么快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为什么要早上那么早起床去开会 然后当天晚上又回来了 首先你这样省了一天的住宿费 你不用第一天就过去 因为第一天你如果去的话 你可能下午四点钟五点钟就出发了 到那边晚上九点钟 找个酒店睡一晚 然后第二天上午再去开会 这样的话 相当于你多花了一晚上的住宿费 这个相当于就是公司的成本 第二个是 其实对于公司来讲 你是早上四点出发 还是头天下午六点出发 无所谓的 所以说 当然公司也不会考虑你的感受 说你怎么样会舒服一点 所以不存在的 因为从我们乙方的角度来讲 你肯定是希望 报给客户的价格是稍微低一点 这样你才在其他的竞争者当中 你会比较有优势 你减少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 你肯定从比如说降低这个住宿费 或者是三个人要干的活 你让两个人去干 这样的话就可以卡掉一些人工成本 住宿成本 其他所谓不必要的开支了 这样的话你可以保持竞争力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内卷的开始了 这个公司我大概干了三四年的时间 后来又去读MBA 又去美国留学之类的 然后从美国回来之后 我就去了深圳的一家投行 深圳本土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公司的投行 具体哪家我就不讲了 到了这个公司之后 我才发现其实之前的所谓的加班之类的 跟投行来比 其实还不算什么 投行的加班是一个长期性的 常规性的一个动作 因为之前在咨询公司的时候 还是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 所以说有事情你就要加班 但有的时候可能项目没有那么紧 或者干嘛的时候 你早晚上六点钟 七点钟下班回家 甚至晚上不用开电脑 也是可以的 那去了投行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加班变成了一个常规的动作 我们那个团队的领导经常说的就是 没事加加班 有事就回家 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你有真的有事情 你就回家 如果你没有事情的话 你就在公司待着 你就在公司干活 我们那个时候几乎是常规性的加班 然后项目因为压的也比较紧 因为我当时是做债券 做债券的话 其实项目的利润不像做IPO那么高 那大家就是高周转 大家就可能两个月就做一个项目 或者是可能你同时兼做两三个项目 可能三个月就三个项目都出来这样 那其实时间是安排的很满 所以说从工作的时间来讲 他会压榨成本 然后他会让每一个人尽量的工作尽量久的时间 因为我们部门有一个话叫看你的工作量饱和不饱和 所谓的饱和不饱和就是你能不能工作到不能工作了 如果你到了这个状态 他就会认为你的工作是较为饱和的 比如说你的工作只剩了吃饭睡觉之外就是工作的话 他认为你的工作量是饱和的 我就有一段时间工作还算是多了 但是我就每天尽量把自己的时间压到比如说每天晚上工作到七点半八点这样子 因为我想回家嘛想回家吃饭之类的 我就尽量工作到七八点钟 然后就回家 当然回家有的时候还是要开电脑工作加班了之类的 但是可能从领导的眼中 他就觉得你回家这么早 你是不是工作不饱和 但是有的同事呢 他就很聪明嘛 他就每天到六点多就下楼吃饭去了 可能在下楼吃吃饭呢 晃一晃啊 晃到八点多回来 然后就继续趴在那儿 把可能我六点钟干到七八点钟干完的活 人家可能挪到九点多十点去干 然后人家每天十点钟回家 请你到那里看了就觉得比较满意嘛 就觉得你每天都在公司工作 这样的话 就这些人可能比较聪明吧 所以说就在投行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就是大家就尽量的把自己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 第二呢 就是其实我们那个公司相对要求是比较严的 就你可以在下班之后工作到whatever几点 可能两点钟三点钟 我们通宵的都有 但是第二天早上呢 八点半他会定时的去让你打卡 那个系统是很变态的 就是他是刷脸的嘛 所以其实你哪怕迟到一秒钟 他那个系统都会有记录 你今天是迟到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常态吧 但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流氓的做法 你上班的时候为什么要卡的这么紧 但下班的时候你就默许我 或者是默认我应该多工作很长时间 所以那段时间我在投行的时候 基本上因为我五点下班嘛 我就觉得每天下午到了五点钟 那你今天的工作可能 从时间上或者从工作练上 可能你只完成了一半 那也就是说从早上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 这是你半天的工作 可能到了五点钟以后 你还要继续工作到两点三点 都很正常吧 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十二点半嘛 然后我那时候就长期加班嘛 就身体也很不好 我就准备睡觉了 然后躺在床上 最后准备看一眼手机 准备睡觉的时候 我们部门的领导给我发条信息 说你是不是知道有个什么东西 要怎么怎么样做一下 我说好我知道 我说好明天我上班去了 就赶快把这个做了 然后晚上十二点半 我那个部门的领导就跟我说 你不要明天做 你现在赶快做吧 然后我当天晚上又做到了 大概三点钟的样子 其实大家知道 其实就是长期的熬夜是很不容易恢复的 特别是假设你熬一天夜 像我现在已经过了三十岁 你可能熬到三点钟 你需要 我大概现在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恢复吧 就可能一个星期都要稍微早睡一点 然后可能一个星期都很没精神才能恢复过来 但那个时候 几乎每天都是早则忙到十二点 晚的话可能就两点多 很增强 时间长的人会受不了 而且周末基本上很难有双休嘛 基本上能休息一天就很不错了 所以时间长的话呢 我就觉得第一是心情会变得很 很差 然后第二呢 就是工作效率会变得 其实会降低的 第三个呢 其实身体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当时我记得去 挂急诊 我在投行的时候 我光一年去 那一年去挂急诊 去看心脏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心脏很不舒服啊 然后跳得很快 一年大概去了四次还是五次 去北大医院那个急诊 然后每次去了就先抽血啊 然后别人听说你是心脏不舒服 还会给你安排一个优先就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一次我记得真的心脏跳得很快那天 然后我就去了医院 他直接就让我躺下 就让我不要起来了 他就怕我有心脏的问题 导致我最终决定离开投行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在去年 就2020年疫情那段时间 刚好疫情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的投行的生意特别好 因为可能经济不好 所以说为了刺激经济 很多公司要发债 要做这些资本市场的动作 所以我们那个时间 业务就特别多 然后几乎每天都是到两三点 然后周末肯定也都不休息 突然就大概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有一次 有一天早上 我早上起来上班 到公司楼下的时候 就有很强的那种心梗的那个症状 就是这里就 就很闷 然后很疼 就从前面到后边 就是前后贯穿的很疼 然后从嗓子到这里 就是有一种 第一是喘不过气 第二是很干燥 有一种别人掐着你的脖子那种感觉 然后第三就是同时出现了牙疼的情况 因为我们家人 我们家长辈 有人心脏不好 出过心梗的问题 所以我是对心脏这个情况是比较了解 然后我就知道这个症状 肯定跟心梗的症状很像 我就很害怕 然后我就做好了这个去医院的准备 然后但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如果觉得自己心脏出问题的是不能有太大的动作 然后我就赶快 我先回了公司还把包放了 然后我就赶快拿了我的证件和钱包什么的准备去医院 这个时候呢慢慢的大概过了20多分钟症状慢慢缓解 后来我在楼下站了一下 当天下午我就请假 请假之后呢 我就真的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 然后医生当时跟我说的是 你这个心脏是处于在没有出问题和出问题之间 也就是说你现在心脏虽然没有大问题 但是如果你再坚持这样下去的话 就很难说就可能会出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的可能心梗的时候会有很强的后遗症啊 甚至可能会包括比亚利这个猝死啊 可能也是因为心脏的问题 就在那个时候点醒了我 就可能觉得可能这个工作或者是这样的生活状态不是很适合我 投行这个工作呢 它其实第一是项目多 第二是有的时候看公司吧 这公司管理可能也没有那么的高效啊 或者怎么样的 重复的工作呀 无意义的工作呀 或者是因为沟通不畅导致的项目进度的拖延呢 是很正常的情况 你就会觉得你做了很多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虽然顶着什么你在投行工作呀 这样的所谓的所谓的好工作的名头吧 但是第一我过得也不是很开心 第二是确实身体出了状况 第三是也觉得也没有赚到所谓很多钱吧 所以就想着就就离开了这份工作 后来就离开了深圳来了香港 那我来了香港之后呢 我发现其实香港跟深圳虽然离得很近呢 大家都说也比较像 其实很多香港也有很多大陆的企业啊 国企啊 央企啊 但是其实我感觉大家的工作的形态 跟大家工作状态还是很不一样的 我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认识的人在香港的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他们的工作其实是没有那么忙的 但是效率又很高 因为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项目 然后也是跟投华有点像了 你要不停的去做不同的项目 但是他们的分工很明确 然后沟通也很顺畅 就是他们工作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位 是专门做typing 就专门做资料录录的 那这样资料录录的人 他肯定很专业了 因为他每天都在录嘛 所以说他可以发现你的一些问题 然后他可以很专业的把你平时有可能会犯的错误给免除掉 那他们的审核其实也是一级一级的 那比如说junior的做完之后 senior的审 senior审完之后manager审 然后每一集大家抱的心态 他还不是说我要想办法找你的错误 然后我去K你 我去通报批评你 或者是我认为这个是你做的不好的情况 他们认为工作中出现一些失误或者一些错误 或者是你向他们做账之类的 没有做到很完美 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那每一集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 和根据客户的情况去做调整 那这样的话 其实每一层都把工作往前推进了一步 然后因为又有专业 比如说typing这样的人出现 那其实会减少这样各种各样的经验上的人为上的错误 那其实大家很高效的就把这个工作完成了 然后从加班的角度来讲 他们其实加班也不多 而且他们比如说 我听他们说有一次他们周末需要加班 那你周六加的一天班 其实是可以补充你的年假 所以说你就周末多了一天 多工作了一天 那你就多一天年假 你可以把它调回来调修回来 我觉得这样的状态 我认为是没有所谓的好坏 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是更适合我的一个状态 可能大家都按部就班 然后大家都相对高效的去工作 这样的话 其实你没有做很多的无用工 但是你的产出也不一定很少 所以说这个是我现在了解到的一些香港的工作 加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聊到加班 我觉得加班就是一种内卷 因为当你首先客户压榨了你的收入 然后或者是你的竞争的对手 压榨了你的生存空间和利润空间的时候 你只能从员工上面去把这个东西给找回来 你要不就增加他的工作时间 或者你要不就每个人安排更多的项目 或者是你压根就把这个一个人干 正常两个人要干的活 作为一个你招人或者是工作的标准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一层一层的去把压力传导到下面 那最下面那一层真正干活的人 可能他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因为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吧 深圳很多二十多岁 甚至十几二十岁就来发展的人 可能他们现在也刚刚步入到三十岁三十多岁 他们还在一种拼搏的 用尽全力去工作的状态当中 那加班之类的可能对大家来讲 是怎么说呢 不想面对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存在吧 但是时间长的话 假设你到了四十多岁到了五十岁 可能你就承受不了这么 这么长时间常规的这种加班 可能你的你在这个地方 你在有这种加班文化的地方 你的职业生涯或者是你的发展就会 收入都会受到一定的损失 那当你年纪慢慢增长了 当你没有那么强能力加班的时候 可能你又要面对被淘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那个时候呢 可能你就要回头去 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个发展 然后你可能要看一下自己的身体 是不是还能够支撑你在未来的 假设你四十岁或者五十岁 未来的几十年 能不能健康的生活下去 那你还有没有这个体力 或这个能力去支撑你的家庭 支撑你的孩子 支撑你的父母去帮他们养老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要去考虑 何去反思的问题 我认为也不像所谓的像在国外 在美国在加拿大他们那样 就不怎么加班 因为我有个朋友在加拿大 他说他们 以前他在一个学校里面做老师 他们这个单位就完全不加班 他们五点下班 然后他说有一次他钥匙忘带 然后五点五分 他刚走了没多久 就赶快在五点五分的时候 回到他们那个学校去拿东西 大门都关了 学校所有人都走了 就是一个完全不加班的状态 我觉得可能 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 因为社会形态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长期无效 或者长期低效的 或者是甚至无意义的加班 我觉得对大家都是没有好处的 我觉得这管理层也好 公司也好 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你怎么样去 让你的员工多干点活 或者是多在公司消耗一些时间 其实我觉得反倒不如 优化一下工作的流程 然后提高一下自身的竞争力 或者是增加一下你这个业务 或者你这个公司的含金量 可能会是一个 比单纯的让员工加班 更优的一个解 好吧 今天关于加班 就跟大家随便聊一下 希望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给我点赞 然后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 可以转给更多喜欢同样内心视频的人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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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